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民政局长柯慶忠在中和局长赖俊达陪同下 前来探访文面国宝林智妹阿嬷 阿嬷是全台仅存的赛德克族的国宝人类 日前因为不胜叠伤造成骨折住院开刀 出院后返家休养 民政局长柯慶忠及原民局长罗美金市代表市长侯友宜 制证了礼金两万元及水果营养补品 并制证松赫长春的匾额 祝福她早日康复 代表侯友宜侯市长来探设我们在中和的文面国宝 我们的林智妹奶奶 非常高兴她是赛德克族的族裔 今天就是在前一阵子身体不太舒服 市长有嘱咐我要尽快来探设 因为我们林智妹阿嬷可以说是国宝籍的 她历经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我相信这台湾仅存的这样一个国宝 我相信这是我们原住民赛克二族 原住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化的资产 所以这样一个文化资产仅存的 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照顾它 阿嬷的女儿说 阿嬷看到大家来探访很高兴 身体是逐渐在康复之中 只不过开刀躺了一阵子 体力是不如从前 原民局局长罗美金则表示 阿嬷户籍设在花莲 对于她的照顾 新北花莲已经启动了联媚机制 予以照顾文面国宝 当地中正理理长吕嘉元 则是感谢政府的照顾 让百岁人类在社区能快乐的生活 是慢慢在户眼中 但是比之前的那个比较慢一点 缓慢一点 因为它开刀之后就躺了一阵子 所以它的体力方面就比较长 其实阿嬷的户籍 其实是在花莲 那事实上整个政府都有启动 我们原住民族文化资产 特别是我们文面国宝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我想在我们新北市 除了花莲既有的计划之外 会跟新北市政府做整个资源的连结 就是我们可以充分照顾我们的那个期劳 那我们很感谢市长 然后今天来的区长 还有两位局长 然后来协助阿嬷 让阿嬷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 阿嬷见到大家来探访高兴地唱起了母语歌曲 这也证明了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与光环 即使是短暂的时刻 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备受重视而开心呢 记者卢秀娟 新北草报道 好棒 好棒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